大家好 我是小张 一个特别胡书华人 昨天晚上在这里睡的 现在的话是早上的8点吧 今天的话快8点钟醒的 今天的话可能是9点多钟出发吧 现在外面的雾气挺大的 现在天气暖和了 已经不凉了 现在早上都有10度 给大家看一下吧 这个光线挺暗的 早上 我的东西全部放在这里 然后的话我的车子在这里吧 我用锁给他锁了一下 绑了一下 昨天晚上在这里睡的话 感觉不是太好 就这个 睡袋的话老是往上面滑这个东西 因为地不平 这边地势有点低啊 现在的话差不多可以出发了 东西收拾好了 我刚才你看 我这个眼镜 哇靠 我刚才不小心没看到踩了一下 我这边掉了 还好眼镜片没坏 这边还有一个 我接下来的话要到县城 弄一个眼镜啊 不然的话难搞 我现在的话要赶紧往县城走啊 不然的话是真的难搞 好 把眼镜搞定一下 今天天气真的太糟糕了 这么阴啊 哎呀 这里有一个房子 我的天呐 再往前面走就有房子 有动用地了 早知道就在这里了 这边也有个房子 这上坡难找啊 上坡难搞啊 上坡难搞 下 哇天呐 看来又是难搞这一天了 在这个山中 呼气特别特别大呀 而且我的眼镜还少了一个脚啊 难搞难搞 等下的话要去县城那个眼镜店吧 弄一个镜框 啊 路上有也可以 哦 这里居然有个空房子 这是有人的吗 应该是废弃的吧 我的天呐 太暗了 哦 这里面是一个废弃房子 太暗了 光线 里面的环境比较糟糕 啊 早知道 昨天再往前面走一点点就可以了 我的天呐 真的是 啊 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这个地方就可以搭帐篷吗 哇靠 这个地方居然有这样的空地 我想在这里休息一下吧 我昨天骑的那么远都没看到有什么空地 今天居然骑了几公里就看到空地了 服了服了服了 在这里休息一下 吃点东西 就在这里吃个早餐吧 这一堆东西挺重的 不吃完的话 嗯 带嘴骨旁边 刚才吃了一点东西 现在准备出发了 刚才用打火机考虑一下这个眼线 又粘合了一下 也不知道会不会牢固 啊 希望它不要掉下来 你看吧 它跪着这个山还是挺高的 这个路线还是比较险峻的 真的 开车注意 我看那狗怎么在叫 虽然果然是有卖菜的 卖水果都有 走 但我要去县城吧 哎 我刚才查了一下 这个地方叫那个打鱼村 哦 这个名字挺有意思 哎 这个路一上一下也是难受的 不要不要的 哎 这又是小上坡 你看 这个水泥还弄这么多 哎 这个路也是难搞啊 老是有三里滑坡啥的 来 给大家看看吧 这个好像是废弃房子 我们进去看一看 我靠 这个挺高的 嗯 跨过这个栏杆 我们这里也去看一看 我靠 怎么情况 哎呀 这个房子 哇 还有轮船啊 我靠 这么破旧啊 下面的话是一条 下回一跳啊 我靠 下回一跳 好像附近有狗 应该是个村子旁边有狗 刚才的话 突然从那个后面床出一条狗 啊 大喊大叫的 真的是服了 嗯 嗯 这个地方又有一个大大的工厂 现在的话 就是小坡了 还有8公里就到县城了 看到没有 在贵州这个山 山谷里面即行 这个环境是不是特别棒啊 哎 湖水就在面前呢 这里还有人家 哦哦 太阳出来了 哦哦 太阳出来了 哦 这天呢 好软和啊 今天应该有19度吧 现在马上就到县城了 灵秀山都蔚来以来 哦 我现在的话 还有2公里就进入县城了 嗯 这边就是山都县城了 看这个宝质 都县城了 也是沿江而建的 我靠 撒水车来了 赶紧上去 啊 下园了 都撒水车 哦 这里的话有一个医院 啊 这后面有个亭子 就在这个后面 来休息一块吧 看看那边 有钓鱼的 哇 那里这好漂亮的桥 现在的话 往前面再走几百米 就是目的地了 哇 这是中心区域吧 这一块人挺多的 这一块人挺多的 还有豪华酒店 在这里终于看到厕所了 先上个厕所 刚才在那个小鱼上没看到 哎 先把车子停在这里吧 那个眼睛店好像住在房间 来 等一下过去看一下吧 刚才的话我的车子 那后面的话 是一个眼睛店 我刚才在那里买了一副眼镜 金的 一百五 挺便宜的 还送了我这个 擦眼镜的水 那个老板很耐心的给我擦了眼镜 还帮我打磨了一下 等等 现在的话可以出发了 啊 现在的话准备出县城啊 就前面找一下超市 买下东西 超市 买了一点水 买了一点东西 不过那个地方没有卖菜的 等下还是去那个便利店买点菜 现在的话应该很快就能出县城了 大堂观音林 哇 这里到大堂了 啊 我只要 我只知道东口大堂 我的天 这边还有那个烂米毛呢 还没弄好 啊 那个吊子都生锈了 那个边上不去的 啊 我只要在这里 就那个位置吧 有一个板房 挺好的 我刚才去看了 但这个地方的话距离人太密集了 而且刚才那个老太太老是盯着我 不知道怎么回事 现在的话继续往前面走吧 那个房子特别不错 刚才那个老太太的话直勾勾的盯着我 颜色特别难看 真的 我也是服了 看到我有点发慌了 所以的话我走了 那个房子不错 但是距离刚才那个县城的话没多远 那个地方停了好多车子旁边 废弃肯定是废弃的 但是避免不了被别人打扰 大家看看吧 这里有一个好像是废弃的一个工历还是啥 还有板房 那边的话门 虽然关着 但可以钻进去 像这种地方的话 我一般不如银 旁边还有居民的 搞不好要被赶 那边那个雕像的话应该有好几米高 特别大 感觉 苗榕村 刚才有人在这里开饭 真的是 闻到味道我都有点饿了 这个村子 在三角下 下面路比较平短 所以车子比较多 今天这个坡不上的话 迷你还要上 没办法 这边还能看到那个高速呢 哦 还有往前面爬啊 感觉像是桂林的山一样 有点像啊 怎么这么多狗啊 这边啊 给大家看一看吧 历史路单载现境 我现在的话到到进入单载了 还距离县城还有16公里很快了 但我不想去县城 我想找个地方露营 那前面好像一个停止 但这个地方的话 哇 上厕所呀 也是难搞 我研究一下去哪上厕所 然后再考虑一下要不要这个地方 前面的话又是山 还要爬 难搞啊 再过那个地方的话 就是很多村子 那就估计更难找露营地了 今天晚上就在这附近露营了 前面的话好像是一个村子 明天一大早的话 就可能能出去买补给了 然后这个地方 这个房子 原来是个空房子 我还以为是什么 这个地方的话有村民 给大家看一看 这个地方 就这个地方吧 这是一个空房子 倒了的 有人上厕所的痕迹 看来看上厕所 看来有着落了 我靠 这个地方还有狗 刚准备露营了 算了 走吧 我还以为后面那个房子没有人的 这难搞了 有狗叫我肯定睡不着 我还是再往前面走一走吧 这样下的话 再这样下去的话 我要干到县城了 我给大家看看 这里个桥洞 这感觉不错 这一户人家 这旁边也没什么人家 这一两户也没什么问题吧 这是那个桥洞的这一边 我感觉这边好一点的 再走这边看一下吧 这边的话 有人种菜 真的 我觉得这一边更好 那边的话纸巾比较多 这边也有 但是这边的话 同乡那个菜地的 估计这个地方的话 一天都不来一个人 今天晚上的话就在这里露营吧 往前面走 估计也没什么好地方了 往前面走 再走一回的话 就是很多村庄了 但是那个是 也是山上村庄 也是上坡路 今天上坡的话没有15公里 我看了后面好像是比较平缓的 起伏 因为那个海拔地图的话 那远的看就像陡坡嘛 那进来看它起伏就小一点 嗯 给大家看一看吧 先把帐篷给大家搭一搭 昨天晚上不小心把水打翻了 防盗电子漱潮了 里面也漱潮了 先给它晾晒一下吧 嗯 给大家看看我今天买的菜的吧 嗯 有这个葱葱 有辣椒 还有这个小瓜瓜 这里有小猪肉挺多的 今天的话简单是点吧 我打算煮一个米饭 哇 这个猪肉太多了 不吃完的话浓郁坏 现在温度上来了 嗯 这个的话 又给它切成片 嗯 刀不快 我靠 这份量也太多了吧 嗯 先用这个锅给它提过烧油的 刚才火力突然没了 刚才火力突然没了 把这个小猪肉倒里头 哇 好真火力 哎 感觉这个锅不好用 太滑了 而且这个 还粘锅 加点辣椒进去吧 感觉这个锅的导热效果还是比较好的 搞一点小米辣 整一点小生抽进去 加一点葱葱 搞里头 嗯 让呱呱的话 下次吃吧 放不下了 嗯 搞一点椒盐 小 小香香 整一点 这样很香哦 盐的话稍微来一点 嗯 差不多了 哎 火力也快没了 嗯 这锅 年锅太严重了吧 你看 多烧这么黑啊 兄弟们 开饭咯 哎呀 这是我第二次做那个桥洞 拿着这个 变一下 太重了 这个帐篷的话还没弄好 看这个菜 这个菜还就可以了 锅是煎糊了 这锅不好用 这锅不好用 操作板那锅好用 哇 今天的话 视频 是吧 用营之前的视频都是用那个相机拍的 嗯 因为那个的话可以拍那个全景镜头 可以拍旗行镜头 我是 想到很久没有拍了 所以就拿着翻唱 看那个相机的话 有一点磨损 所以会有点糊 有个角落 然后的话 嗯 剪视频太慢了 看这个玩意 还先用苹果手机拍出来 嗯 画面感觉好一点 嗯 那个那个相机就是运动感 镜头感觉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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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估计剪视频 估计剪不少时间 嗯 今天爬坡的话 嗯 挺累的 已经爬了几公里了 还有好几公里吧 前面 嗯 比较陡 后面就好一点 我用这个锅煮米饭 感觉都没有完全煮熟吧 不过也差多了 这边煮米饭 好像比广西那边 飞近一点 不知道是不是海瓜 挺生的的原因 在广西那边 简单一煮 煮两煮熟 以后的话 可能要买那个 小高原锅了 你马上进入 银贝高原了 不定明年的话 海拔能上得到 一千以上了 就今天找录影地 还是比较满的 贵州这边不好录影 我还有一位 特别好录影 因为位置都是沙嘛 但是他这边 沙里住马的人 可能到银贝高那边 你好 除了乡是另外什么人 特别不一样 我现在的话 还有几百公里吧 贵州 反正现在比 在广西骑行的 效率要高 因为天气好一点 明天也是比较累的 因为那个坡的话 还一大半 会在这边 你在这录影是吧 他晚上会安静一点 这是一个好处 因为这边录比较鲜 晚上还是要特别注意 国内晚上睡的 还是挺踏实 以外来的都是 晚上吃的少一点 就这么个情况 不多说了 说多了 党三宗视频 又不好搞 太累了 今天又是难搞的一天